两千年的时候 曾经有人出过三十万一年 叫我去把它制作盆景 我的一句话就是什么呢 我宁可在家里赚五万块钱 我不愿意去拿那个三十万 这个就是天生的一种爱好 我从小生长在山里 但是我不讨厌山 我喜欢山里 山里的花草树木我都喜欢 我种盆在80年 我17岁高中毕业 那一年我就把一些好看的树桩 像那个黄羊啊 像山里面有银参花啊 这些呢挖来种的一些破瓦罐 大概有吉色盆吧 这个盆景它是神美的东西 那么神美的东西 你必须认认真真把它做得美 首先呢一个好的作品呢 它的一些结构啊 生长规律啊 形式的表现啊 它要符合自然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要赋予它意境 比方说我做一个树 松树都不像松树 那么它表现的意境 就是一个杂木的意境 那么乱七八糟了 对吧 我用松树来表现 你看到了这个松树的形象 而且做得很有表现力的 很形式很美的 我仿佛就看到了 高山 悬崖 江山万里 站得高看得远嘛 因为我从开始喜欢盆景 到现在呢 也十几年了嘛 那么所接触 所经历的这个 这段历史呢 从开始这个欧美人啊 一些外国人啊 他都认为这个盆景 是日本人的产物 那么其实呢 日本人是从中国人 这边学去的 现在呢 通过大家的努力呢 外国人呢 逐渐逐渐感觉到 这个东西可能是中国的 但是你要证明啊 我发现这个什么呢 它有一些历史痕迹在那里 有一些陶石碎片什么 还是个花盆的 那么从这个呢 我现在再往前面推述 把一些熟的资料找出来 然后展示个盆景节的 大家看 这个就是最好的证明 任何艺术作品 它最打动人的是什么呢 通过形式到意境 然后到最终的是情感 它这个表现的东西 让你看懂了 正好出现到 你的内心的那一块 软肉的部分 就产生共鸣了